出现入市信号 应该买哪只优质股 富昌证券 升级股评仁 日日醒你选股贴士 还会教你食顺带浪 让你自取美股 立刻下载富昌股康通手机app 开户立本 华金2 各位早晨 昨晚美股的大部分股份都做好了 道指和BP500就是以历史高位收市 纳指都升了2.5% 不过就未可以破前顶住 道指收盘32,485点 升188点 升0.6% BP500升1% 纳指昨晚 因为市场又稳定 纳指的升势在三大指数里面 算是单日最强劲 不过如果看近期的走势 道指近期的走势 继续是一个新旧经济轮动的情况 如果看着纳指的走势图 看到已经升到50天线 以及之前的一个比较重要的 如果说看这里 其实13.3%已经修复了 以及如果看之前的下降轨 当然如果它在这个位置 立即再跌 又可以游上一条 但现在暂时开始升穿下降轨 前一天都会有一个忧虑 就是高开低走 或立即去到13.3% 是不是也是不行呢 但是昨晚更加有 明确的羊猪 你说如果现在 大家都应该关注 台南关大券 可以买一些什么 其实现在 市有稳的时候是续续 美股和港股都有立即 maxim�� 今天是有百度 whereafter 招股會發售9500萬股 定價不超過每股295港元 集資最多280.3億 每手50股入場費大約15000元左右 這個抽不抽呢 我會覺得八道公司當然值得看好 但已經在美股上市 其實大家想有的話就直接可以在美股上吸納 未必一定要抽 當然如果你真的沒有美股戶口 又很想買的 而一個市況都算穩定一點 都可以的 但就未必需要太進取 因為這些始終中概股 雖然它有折扬 但你不會期望有一個爆升 當然你說如果是理想的情況兩三成 但其實這些就真的直接買 會比較穩陣一點 也不需要去等 如果說看回現在的港股 亦都已經出了一個開市位出來 高開164點 開佈29550點 而且昨天說的一個關鍵位已經是 即是如果恒指 29300 昨天說的29360多 29300左右 其實已經收到突破了 變成了開始 算是一個開始整固原向上的格局 還有它今次叫做一個調整 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無穿到 即是一底高於一底 即是一月底的底 28000是無穿 當然不是所有股份都是 其實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留意 究竟哪些是強一點 哪些是弱一點的股份 昨天 都是我們臨尾 我看到大家都關注 有些甚麼可以買的時候 其實我們臨尾就是有講過幾隻的ETF 如果你不知道買甚麼 又只是想捕捉短線的升浪 其實Steven也有推介了 就是這個7226的南方行科 如果是我保守一點的話 其實破到錢 可以開個科指 如果你說保守一點的話 起碼消化到3月8日之音竹 87836 87836 以及正式升穿下降位才買的話 其實現在還是一個可以去買的時候 不過這些是很短線的 其實自己是要去轉身 出入比較快 如果你說股份方面 現在成家榜上做好的有 有小米升4% 巴巴升2% 美團升3% 招貪升2% 順義光能升7% 藥明升6% 很多之前跌得多的 就迎來了一個大反彈 如果反而有些彈得沒那麼多 因為之前也跌得沒那麼多 就會是騰訊 騰訊其實這一浪的調整 它的股價都真的很硬 現在高開接近2% 開步694 如果你說 真的整班科技股裏面 比較可取的一隻 其實我就會選騰訊 不過你看看它開市之後 是不是繼續去買上 開始消化到 之前的一些蟹貨的菇額 和一月尾的底 681 其實也是站穩了 這個位其實昨天已經站穩了 因為這裏就是之前跌下來 那些人撈貨的位 那些人撈完之後再彈回 但之後又穿穿 那裏其實就是一個 新一個的蟹貨區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看的位 就變成再看一元尾 那裏就是681 其實它已經開始收復 其實真的相當之不錯 而且現在其實你看回 它那個業務上 它是很… 現在的收益和很大的增長 已經是來自它去 一些拼購其他公司的 一個那邊的收入 那個基金 其實很多你科技股指數裏面 三分之一的股份 其實它都已經有投資到 包括現在大的京東美團 其實它也都是 都已經有份了 那的時候其實它是 可以說是包羅了 一隻包羅了很多不同範圍 亦都不同規模的一個科技企業的公司 變成這個當然就是 大家如果看到今天的報道 其實歸功的是劉慈平 而它變成你是投資騰訊 其實基本上你是 已經投資了很多的科技公司 那等於差不多 當然它又不夠你 你如果是 當然你買3033 ETF 就真是追蹤著的指數 騰訊就不是 但它本身其實也都已經是 可以說是間接投資其他公司 都是真是在跌數裏面 站得最硬的一隻 都是一些比較長渣 都沒有那麼擔心的股份 那這些就 那其他呢 其實就 看看還有一些 其實就出了 有些出了 出了業績的 可以看看友邦 因為業績就 一般的 看到股價都 算是在逆市下跌 2%左右 99.4% 有邦就公佈了去年前年的業績 它新業務的價值就下降3.3% 年化新補費就下降2% 新業務價值的利潤率就減少 減少10.4% 去到52.6% 最後的營運日就升5% 最主要其實比較看落就不好的 就是大數就是新業務價值 現在其實就 很多時候 看有幫業績都是關注新業務價值 究竟 因為很多 譬如舊那些都比較固有的 反而是關注新業務 下降3.5% 下降3.5% 就算是比較 不太好 又不止太惡劣 而且如果市企運 其實它現在的股價走勢 都是一個橫行震盪 不過如果想去 短差動力 可以先看好一點 但如果你說本身 握開的 如果真的要看支持位 9.37.5% 其實都站穩 都不用在意它這一浪 即是93至110 這些位置還是一個正常的波幅 其實握開就不需要在意它這裏的波幅 現在就行指開出了 高開低走 暫時是在縮集升幅 升85點 報29,471點 不如去一下廣告 待會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到節目時間了 旺行指都是維持在近開市區附近 升90點報29,471點 現在成家房上的小米 大成家大升上來 升9%報23.8 因為公司今天宣佈回購 宣佈今天通過不定期 以最高總額100億港元 在公開市場回購股份 今個月25日就開始進行了 其實是在去年6月的時候 小米的股東大會都已經通過了決議 給董事回購股份的一般性授權 數目就不超過當時股份總數的10% 不定期最高總額100億港元 但其實沒有提到最低總額 是買多少 暫時未見到規模有多大 還有純粹是有時股公司看到的價格 覺得低有回購和都有信心 但未必真的一定是對股價做好 當然公告就說 現在財務資源穩定 支持回購 還有在手機的戰略推動下 進行回購都達到業務現狀 和前景的信心 為小米大利益處股東創造價值 其實我看到都是問可不可以追 現在升9%報23.9 看看其實它近期都已經沉寂了很久 如果真的以一個入貨的角度就未必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一個短線的 你就真的自己看著短線即日的轉身情況 這個很多時候的消息就是沖完一陣 又未必真是能夠可以去延續 如果你真的入貨就不要坐著 如果你現在入貨的話 如果不行的話 你看著這裡可以看著小市圖 這裡的底是20.65 如果你這些位置入就預了 真的如果一回就先離開 我就不是太建議去看著這些消息去追 也未必說一定 當然受制裁那邊的問題都消化了很多 因為由高位都跌了三成 但是如果純粹在一個跌中 變彈一點點 其實我都不太建議去買入 然後Amy就說 可不可以再分析1910 其他都沒有特別的更新要說 其實就是1910 你說昨天高追了 其實這個我昨天都推薦了 還有你們都有問開 現在大家都不預期立即復蘇了 那些生意 因為復飛都不是真的可以飛 那它是做旅行劫 那變成了 未必會預期今年 有個很明顯的改善 但是會預計著應該明年有個起息 那都如果是其實這些公司 可以撐得過這些低谷這樣的時候 其實到明年你都會預期總會復飛 生意其實就總會是回來 那股價當然是先行炒定先 你說昨天高其實就你多少錢買都是這樣 那昨天算是有個沒那麼理想 就是15.46這個前頂收市是收不到突破的 但是現在就好在都一開已經15.48 那已經是如果 因為有兩種看法 有些用足身的有些用影線計 那如果15.46 其實這個位置今天一開已經突破了 所以其實已經是維持著這個破頂的勢了 那今天最高15.98 昨天最高它是16.4 那你看看 如果今天日中再破了昨天高位16.4 那更加是一個大的動力 然後你看到這裏月線圖 都很明顯就是在做一個見底回升 那可以再上網19.64 那接著就是1888 好不容易 那麼多都問1888 1888其實這隻 都真是在之前一個跌市裏面的寶 我記得昨天我們都看到它升回了 然後前幾天還要有觀眾就說 哎呀最壞是什麽 哎呀最壞是10 因為都有問的 其實你除非很短線要吃股 如果不是 其實2月底這裡 整個13元有個底給你看到 一直都是向上 都不需要那麼快 除非真的要追求很短線 那現在其實都是繼續破頂 又突破了前頂就是16元 那很多時不要太過看著短期的 就在這裏扔心 那就是叫做 必有後福 可以看回久一點 那 近期都很多的唱好的 那譬如花旗都說 提升目標價去到23元 因為呢 就今年1月至3月 對福同版產品的FR4 就再出新一輪的提價了 那另外就說 因為搜它的銅箔的價格 也都是升了三四成的 玻璃纖維報售價也都升了五六成 其實它雖然它又不是 它又不同 別人的商品資源股的類型 那些再是上游一點的一些原材料 但是 不過當然了 商品的價格升 其實對於它的成本 相信都應該有所提高 但是如果你說 這個叫做 這個連以效應 為什麼商品價格能夠升 其實都是在炒通脹 以及在炒復甦 其實它 它算是中間一點 即整個科技產品的產業面 它應該算是中間一點 變成了其實都是主要由於 這個需求那邊帶動而 導致整個商品那邊做好 其實它作為中間 當然都是看到它的產品 它的生意都是一個有所提高 那究竟現在可不可以追呢 咪咪卡燒 聽到各位網友說 188之後直賣 明明好地地 現在可不可以進呢 Beyond和Shin HimTang都說 可以的 你說唯一就是美中不足 又是 叫做沖完之後 這樣去回到高位 有些少觀 但是都可以的 因為始終昨天已經是 昨天收16以上 已經是創了收市新高 破了頂了 正式 所以其實你現在最短線 真是的 你真是最短線 其實你不穿回16 都可以的 如果你說真是看回 一個支持位 其實就在14元 這些其實一底高一底的 其實就是一些很強烈 大家都欠著買的股份 講到一個復蘇概念 其實它也是一隻可取之算 都是可以繼續去買 然後都是一些科技零件相關的 這隻就應該算是 再下游少少 14.78 優泰科技 阿芯就說 上回14元好沒有買入 這個其實就是 上回14元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 開始消化前底 14.74元 14.74元 其實就未正式消化到 指數又開始有少少高開低 我覺得 都看看下午先 如果下午 如果下午你見到 真是 真是一反彈 就有阻力 就先走 如果下午都在這個位 我覺得 可以 算是可以接受 當然如果你說 站穩14.74元就更加好 不如站穩14.74元才買 然後 8.68 8.68 Larry說 信義玻璃 其實近期又是 很強勢很硬 一隻 還有 信義系來說 因為它今天沒有 其他反彈得那麼好 因為它本身就沒有跌 還有信義系來說 它就相對 都算是 當然 你叫做 旗艦的 信義光能 一定是PE最高 這隻其實PE就低了 十幾倍而已 如果你最短線 那是不是應該是有貨 我猜就是 其實最短線 你就看著 真是你說最短線 食物位才要這樣看 就是看著前頂25元 其實繼續站穩25元 都是維持著突破的 如果比較重要的位 其實會看到是 20.2 其實20.2元 不穿 它還是在一個星勢裏面 都可以繼續持有 接著981 981 現價追會不會太高 可以上到多少 其實981 都是有一些 政治方面的陰謀影響下 雖然 都算是 消化了一段時間 這些壞消息 以及也都在憧憬 究竟是否 現在拜登上場 會不會有些好一點 又可以回面 這樣 以及就是 之前已經說 它買到光刻機 但是股價又 不算很大的震動 是否會不會有些好處 如果 如果你預算 這裏 23.6 做一個底 只虧位 那都可以的 但如果 現在想去買東西來說 那又未必 選到它 最好看 那就是 看 1478 用甚麼位置做指示 看看 1478 1478 剛才看了 其實1478 和順雨都有出數據 指示是這浪底 十三個零六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用 其實我覺得 你當然你說剛才這個十四個七號四 這個位置站起來會更加好一點 但是其實就算站不穩 如果你用短炒薄鍵底的角度 其實指示位置很近 如果你是用本身打算覺得差不多 但你要有鑄馬分鑄才可以 就是覺得差不多了 叫做入一鑄拿來坐在這裏 理論上是長線不死 其實它都是一個 整個大射就是開始有一個 在做底彎向上的 全部都有很多近的止蝕位置 接著其實先看Facebook 都是問3690和700 3690 又是如果你說 現在要去買科技股來說 3690其實未必算是最可取的一隻 這裡看的位置就是340 你看看今天其實會不會都站穩340 才去考慮馬入 指示位就看302 另外700 如果你說尤其是大這些 其實如果要入 其實都會選700 你會看到它在跌市裡的股價的承接力度 是非常之高的 譬如你對比 99800也沒甚麼說 99800今天其實出了壞消息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要拆件 就是強制要出售一些業務 但是它又不算是很大的震動 受到 所以反而又看700 不過呢 你看到股市都比較燙的時候 又開始就來升轉跌 大家可以看下午 是否都持續站著 因為近期股市都非常波動 分分鐘如果沽壓 一沽起來又很嚴重 而且近期應該都比較多期權的動作 有時夾升其中的原因就是 因為淡倉要去short cover 要去買貨 而反而有時夾高了 所以這個近期的波動就要小心一點 現在恒指就正式轉了跌 跌6點的 報29379點 剩下壓榜上面的小米 升火都縮窄了 剛才說追不追呢 更加已經消化完再沽下來 就不要追著了 整體來說都會是多蟹貨 所以你說如果你現在去入市的心態 就有兩種 要是駁它反彈 用最近底做止蝕 要不就真的覺得價位OK 真的買來有些call holding放在這裡 好了 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了 就中51點45分 再和大家看視頻 拜拜